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明史艺术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从真,作为大明最后一位皇帝, 一生虽然功行节俭,但是还是抵不住外忧内乱,被李自成一路打到了北京,重真值得大势已去,就将自己的贫妃杀死后,将三个儿子送了出去,自己则去了眉山,上吊自杀了,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设计,这也是重真能做出的最后的反抗,李自成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城, 刚开始的李自成还是狠手规矩的,下令如果士兵敢伤害百姓,那就格杀勿论,所有的店铺都可以照常营养,靠着军舰免赴登上地位的李自成,在百姓眼中,一副明军气象,但是土匪终究是土匪,没过几天,李自成就露出了自己的獠牙,李自成先是将明朝的官员聚到了一起, 然后做了五千副家棍,下令凡是明朝官员,必须上贡,从中堂到汉林,甚至是无名小卒,都需要交钱,这些钱从十万到几千不得,凡是不肯上缴,或者数目不对的,都用家棍伺候,一时间宫中哀嚎遍野,百姓人心惶惶, 正在大肆点财的李自成,突然想起了一件要紧事,崇祯的尸体还没下葬呢,虽然明朝亡于自己之手,但是毕竟是前朝皇帝,就这样暴晒在外面实在不像话, 于是就找到了明朝以前的官员,将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摆在了昌行,然后匆匆忙忙都塞到了田贵妃的墓中,李自成这一番举动,让百姓看在眼里,尤其是崇祯并不是昏君, 在百姓口中是一位不错的皇帝,现在遗体被如此对待,更是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满,百姓私下里说道,闯王如此行事,大顺能长治久安,正在李自成封赏将领,扩充后宫,搜刮钱财之际,镇守山海关的吴三贵叛变了,吴三贵本是明朝臣子,明朝灭亡后, 吴三贵继续镇守山海关,李自成下令攻打,吴三贵大败,投降了多儿贵,打开了山,海关,将清军放了进来,李自成大败,率领剩下的三万余人紧急撤退,然后在北京城地,后又一把火烧了紫禁城,杀了吴三贵全家,离开了北京城,李自成一路败逃,最终死于农民的滑匾, 被民兵杀死了,李自成从农民起义兵,打到开国皇帝,实属不易,历史上能够成功的人一只手之术,但是成功以后,却露出本色,娇奢淫义,恐吓百姓大臣,失去民心, 这与后面进入北京的清朝部队,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大顺怎能不亡?